大家好,我是Bernard 之前在我要做訪問的時候 大家也見過面 今天我要做屋主 在另一個節目中 希望在這一集 我可以多說一些關於買樓的東西 從一個用家買樓的角度去說那件事 如果你說買樓 其實很多時候都一定會找地產經紀 我自己本身也是 但我都要在用家的角度去說一件事 就是千萬不要相信Agen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很多時候 不是說他們全心說謊 其實有時候有些置身的東西 其實是自己清楚一點 例如按揭的東西 其實可能我們做地產經紀 我們對於按揭的認知 其實很多行家都是有限的 可能我們只能夠說一些大圍的知識 但可能很多你們 每個人遇到的借貸 可能自己的背景都不同 所以一定是要自己去銀行 首先看了自己的借貸能力 可以最多借到多少錢 現在還有政府的壓力測試 所以其實一開始 可能在我自己建議 在看樓之前 就已經可以去銀行 大概因一因自己 可以買到多少錢的樓 可以借到多少錢 接著之後 打擊了那個預算 就再去看樓 當然如果看了一個合適的地方 可能可以很快地做到一個反應 去買或是不買 不需要看好之後 然後再去銀行 浪費了時間 浪費了機會 如果舉例 我們已經看好了 我們下一個買樓的程序 我們叫做臨時買買合約 我們通常坊間有些較為簡單的格式合約 我們簽署了 我們叫做有個小訂 通常小訂 以前來說可能是3-5% 作為一個乘以金 叫做大家困住了買賣雙方 去繼續行買賣的程序 其實以前3-5% 為何要訂這個金額 作為小訂 就是因為以前的 Stamp Duty 其實大概是這個銀碼 就算隨便一方 去撻訂 都可以用臨時的訂金 去遮蓋到Stamp Duty 但現在其實已經不同了 例如Stamp Duty 每個人的個案 你是不是手指 樓價不同 Stamp Duty 都不同 所以現在坊間來說 有些特別的個案 或者貴重的物業 可能未必是用5%作為小訂 只是我們市場規模 都是這樣做 繼續保持這個做法 3-5%作為小訂 我們簽署了臨時買賣合約的時候 然後地產經紀就會 啪啪啪啪就離開了 將臨時買賣合約 交給律師樓 可能買賣雙方 自己選選自己的律師樓 代表自己 將臨時買賣合約送去買賣雙方的律師樓 然後就同步 買家當然要繼續找回自己的銀行 去繼續處理按揭 確保自己的按揭借那裏 借錢那裏沒有問題 而律師樓那邊 作為律師的責任 可能很仔細地對物業的樓契有沒有問題 通常市場合約會定在兩星期十四個工作天後 會作為下一步 就是我們叫做加賣大訂 當然 其實這個市場合約是十四天 但其實很多時有些貴重的物業 或者一些較為複雜的買賣程序 可能給大訂時的程序 未必是這個時間 這樣可以再定 但如果一般在市場合約會定十四天 另外就是去到大訂時 其實銀碼就是 之前我們給了小訂 大概給3-5% 給大訂就是要砌足10% 可能之前給了3% 我們就要多給7% 如果譬如你之前小訂給5% 我們大訂就給餘下的5% 砌足10% 這樣就完成了一件事 直至到下一個步驟 就可能是我們叫做完結 就是完全是整個買賣去完成的 到時我們就是 就是全個金額就會去拿出來的 所以那些樓價的 100%的樓價要交出來 如果通常來講 那個期間 市場合約是由簽臨時買賣合約計起的45天 但當然這件事都是沒有法律的條文 其實大家可以談的 但是只不過是大家覺得45天已經很足夠 去處理儲存的問題 或者處理法律上的問題 所以通常都會定了45天 去到45天的時候 買方那邊 就會透過銀行 已經預備好上會的金額 砌足整個物業100%的樓價 在賣方的律師樓上 而買家的律師樓 還要去檢查 對家 即是賣方的律師樓 樓契是不是已經完整 可以交到給他們 去到結尾那一天 就一手交錢 一手交樓契和鎖匙 這樣就完成了交樓的程序 當然如果是在45天的成交期裡面 其實還有一些小插曲 例如我是買家 我想去驗樓 或者我要上會的時候 銀行有機會 要上去物業去試刷 會不會有簽建 但是每個個案都不同 如果譬如當我們這麼不幸 遇到很多資折的問題 可能就要遇上一些 銀行有機會 要上去物業上去試刷 可能要遇上這些情況 如果一般來說 我們以往政府未有新條例 都還有摩貨 所以很多時候都會去到 Completion 才去付 但是現在的條例不同了 現在已經是沒得再摩 不是說沒得再摩貨 只是把摩貨那時候 可以遇到那個 我們現在要在簽臨時 買賣合約 或者應該給大訂的時候 那一刻其實都已經要給 可能我們在很早期成交的時候 就已經給這件事 所以現在就再摩不到貨了 即投資者摩貨的動作就沒有了 一般來說買賣程序就會是這樣 講一講一些特別的案例 如果譬如買賣的時候 譬如我們試過 買一個物業的時候 當初是知道有一些僭建 其實僭建如果是嚴重的時候 很多時候物業都會被政府 譬如釘了契或是有一個訂單 放在一個查冊上 其實在早期的情況 地產代理其實已經可以看到 其實可能地產代理 其實是有責任去提提買方 就是這個訂單 會影響到你們借不借錢 譬如我們之前試過 就是買一個物業 他們會簽建了一個天井 在天井上再加建了一些禪縫 令到他們室內的面積增加了 是一個舖位 譬如你說我去借錢的時候 有一個這樣的訂單 其實銀行是很難借足一個 你想要的金額出來 可能一分鐘是完全不借給你 但我們那次的情況就是 上一手的賣家也知道有這樣的情況 而買家也知道有這樣的訂單 我們解決的方法就是 叫上一手的賣方 事先已經把這個簽建 找了一個工程公司來 一個報價 譬如我們要拆除了簽建 還原到一個狀態 而政府接受的 那是需要多少錢呢 譬如他給了一個報價 是當額是十萬的 二十萬的 然後上一手的賣方 就願意事先放下這個金額 而在律師樓上 而中間有一些文件或者信件 交代整件事 是表達到雙方都很願意 也都已經做到一個步驟 是去到最後一段階段 而將這個簽建的建築物 是很盡力地去解決的 銀行其實知道這些事情之後 他們都願意借錢 所以到最後買方都能夠順利可以 雖然有order或者有簽建 都可以順利借到他們想要的金額 另外譬如你說多見到的就是撻頂 其實如果譬如樓市的樓價變化波動得急的時候 撻頂這個動作經常都會見到 如果以往來說 可能我們在臨時賣賣合約裡面 我們會寫了 譬如我們給了一個小訂 5%的樓價 譬如買賣雙方 是哪一方 他們想撻訂的時候 就要賠償賠訂 可能我們沒收了訂金之餘 譬如當我是買方 我要撻訂的時候 我要歸還了5%之餘 還要給多5%買方作為一個賠償 而買方有上撻訂 就是我們給了5%的小訂 就被人沒收了 而買方就不能再追究其他法律責任 以往是經常發現的 但因為近來樓價的價格是升得很急的 很多時候我們幫一些買方 去確保他們怎樣可以在那一刻定到的價錢 在心目中的價位是可以買得到 我們可能在臨時買賣合約裡定名是必買必買的 譬如我們給了一個5%的訂金 然後我們整件事處理完成之後 買方如果譬如因為任何原因而想撻訂 其實很常見見到就是樓價又再升了 譬如我這刻買了500萬樓 轉過頭有人出了100萬樓 那我當然要撻訂 但我們在臨時買賣合約都寫明是必買必買的 所以沒有任何原因之下可以撻訂 而取消買賣的交易 其實近來是流行這件事 因為樓市適得急 當樓市爆破要跌的時候 亦都相信會有很多業主都會用這一招 可能要求經紀將條款加進去必買必買 所以任何原因之下都不能利用撻訂 而終止買賣的程序 今集關於樓宇買賣暫時說到這裡 如果大家還有什麼問題是關於這方面 你可以再留言給我 我們再一一幫你們解答